不只是造成了涨价歪风 就连24小时营业的超商 还有邮局以及宅配都要改变了营运模式 民众荷包缩水 生活也带来了不便是抱怨连连 环宇新闻就透过了网络社群平台分析发现 关于一例一休涨价潮的讨论当中 网友对于超商的周休二日 还有隔魁林全说涨价是必然结果 这两项议题的反应最大 为什么呢 现在就透过环宇大数据带您独家解读 牢机法新制上路话题正夯 相信迷我都一样 最近最常听到的是 这个东西涨价了 还有那个也打算找 一例一休 其实是为了我们劳工着想 可是它如果东西调涨 那这样就没有我们涨价的意义 对我们劳工还是一样 你什么都涨 但是你薪水没有涨 但是你薪水反而可能变少了 你价变多了 那你说假日带小朋友出去外面玩 或是一家人出去外面玩 你该花的钱还是再花 像便当来说一个就八九十块 之后可能更高了 对上班族来说压力蛮大 工资一样但是物价又变涨 我们宁愿不要去修那个价 的确物价上涨 小老百姓最有感 当同版美食价格不再清明 每天上班搭的公车也得涨价 就连超商宅配的营运模式都改变 台湾人的小确幸一点一滴被剥夺 网友们也一片哀嚎 欢迎新闻根据网络社群平台 进行大数据分析 发现过去一个月 对于一例一休物价涨的讨论 正平只有37% 负平高达63% 其中过去七天超商放话要改为周休二日 以及隔魁林权接受专访时说 涨价是必然 这两则相关议题反应最大 讨论声量分别占了18%和14% 原本该倾听民意的政府 在配套还不完善情况下强修了新的法令 但最激化民众情绪的还是行政院长林权 一句涨价是必然的言论 市井小明荷包的苦 又怎么会是官员们所能理解的呢 欢迎新闻 罗宇祥 刘亦如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